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买房子买房子是最近夏威周遭 很多人在聊的话题 但是往往在开心期待当中 又可以感觉到他们一点点的愁云惨淡 因为在访假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点点的 这种有点承受的压力会挺大的 我们刚刚有听到来宾的声音 就直接进入了 因为他很热情 他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去卖房子 然后是最好的时机 然后怎么样可以轻松的来获得你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的超级企业好伙伴好朋友 永亲不动产 永逸房屋才能去金管会会长 李启伦会长 哈喽你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区永庆永逸的会长吕企伦 现在一直在讨论六都的房价 台南一定上榜热烈 没错 我们是不是先请会长跟我们来聊聊 有关于台南 就是一些占有率市场 市场现在的行情跟趋势 那其实以这十年来我们光看光光就知道台南多热弱了 现在六日我们整个老城区都挤得水泄不通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台南的一些重大建设的发展 还有我们南科台积电的带动 所以造就我们台南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生活机能OK 就业率上班工作也算是比较好找 然后消费水平也是比较稳定 那其实有一个比较 应该是说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大概是首购族 他们去看房子看完之后都会觉得很挫折 然后就选择继续租房子 那我想现在整个台南市的一个发展 我想中古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当你去看新房子之后 跟中古屋做一个比较 你会觉得中古屋CP值相对非常来的高 对他的价差可能会让你有很有感 可能他只需要新成物的三分之二的价格 对啊为什么会很希望鼓励说 年轻人首购一定要买房子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假设你是新温夫妻 那你去租一间两房 那可能你一间两房你的租金 动辄都要一万五至两万出头 对对 可是这些租金是全部交给 房东 房东 那但是啊 当如果你去买一间房子两房 那可能你的购路价格是700 至1000万 现在很多都千万了 对700至1000 就是我们把它分有车位跟没车位 我们交个论举 因为台南BG区域也算不小 对不对 我朋友那边摇头的都说就是千万的 对啊你想哦 你看啊你你缴房租啊 你一个月一万五至两万出头 你都是交给房东 但是啊你缴一个房贷 假设你缴一个月两二至三万 你的利息可能是也不到一万五至两万 所以你买房子啊 你除了可以省一点利息之外 你还可以存本金 对所以我会鼓励就是说 年轻人啊如果你的能力是允许的 买房子这件事情 不会造成生活就是太大的改变 可能你是承受得起的 首购一定要尽早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对那你就会发现 现在利息啊还是偏低 然后政府又有一些青年补助 针对首购补助 那你可以你缴的利息啊 你是可以不用全部都交给房东的 你可以省一些起来缴本金 其实你要去转念 会长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最后的资本是属于自己的 你就是先投资 但如果是单纯的租房子 都是别人的 对你便没有累积 或者是辛苦的有价值 而且还可以有所获得 可是现在是差在说 也许这个转念 大家有听得懂听得进去 好讲到要减轻压力这部分呢 是不是有一些些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呢 这部分非常有感 其实我们一直在服务客户以来啊 我们会发觉其实蛮多年轻人想要买房子 他们无法买是因为现在自备款都要两成 假设你要买一间700万800万的房子 你自备款就一定要150 160万 那其实对现在的年轻人啊 其实是非常不太容易的 因为存钱没那么容易 赚钱没那么容易 大环境都改变了 大环境都改变了 那如果说当然会期待 除了政府现在都有一些优惠嘛 青年首购 青安啊等等等 希望说政府有机会能够将这个针对首购 名下没有房子的提供 就是比如说自备款如果变成一成 我想这个应该能够帮助年轻人 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好如果有起薪冬念的话呢 就交付给会长好了 谢谢 可以打电话还有上网搜寻对不对 对 永庆防众网还有好防网 那个FBR可以搜寻我们台南 永庆服务团队 虽然在比较大的压力之下 你还是可以有轻松 获得你房子的机会 OK 我们先祝福大家能够欣详师辰 谢谢 再次的谢谢会长 谢谢 谢谢夏威